缘标题 12年,山东暴徒港巨匪孙美瑶劫持一列火车乐有北洋中书,视为临城大结案,山东都军田中欲气急败坏而无计可施。 陈调元时认证首使,赤手空权孤身附险谈判,靠一张满口江湖义气的嘴,居然和匪首孙美瑶结交为兄弟,结果两百余中外肉票全部获释,孙美瑶被收编为北洋军旅长。 陈调元一时声誉大掌,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,时常兴致勃勃的,对人话说当年。 至于把兄弟孙美瑶,当了几个月旅长之后,就被秘密设宴逮捕枪毙,他对此之言不提,因此,也可以看出,这是陈调元的江湖手段。 他早年跟张宗昌学到了一套收满人心的江湖手段,冬天见下属衣衫单薄,立刻就将自己身上的皮毛大衣披到他身上, 而知身边的人生活有困难,会突然支出几十块大洋,但手面不大,受贿者只限于麾下较高职位的辽数,师恩姑明心态可见。 然而他又是出名的梅肩膀,任上事物出了纰漏,哪怕只是出了几个错别字,他也从不肯替下面的人担当。 陈调元又喜欢以好客自诩,宁国有很多达官显贵,学梦常晕氧食客,陈调元也一样,一群富贤的就够,不得已的固留,每到饭点折来就餐。 家里每顿饭要开两三桌,一开始,他还坚持和众食客们同桌进餐,展开全文后来随着食材价格的上涨,陈调元就小气起来,客饭变得粗力寡淡,陈调元自己则躲在卧室吃小灶,引来食客笑骂一片,饭摊子也渐于无形中解散。 所以,熟悉他的老部下,每听他自在,好客讲义气,都复制为笑谈。 陈调元这种假装讲究义气,实则笼漏人心的江湖手段,也造就了其性格诽谐、多言。 善血,他曾在被求扣时嬉皮笑脸大喊,在这里有上好的美国颗粒架香烟,谁想抽,美之五毛。 此时此地,这个价钱大约不贵吧,惹得大家相顾管耳。 次日,在软禁的房间中,闻到对面讲百里仙上雪茄香味,又嚷嚷着,咋的烟抽完了,愿意五毛一只赎回。 可好,最终,遭到卫兵粗暴的训斥,陈调元也不气恼,笑嘻嘻不但吭气。 片刻,他又频频向卫兵请驾小便,以期能在小便池旁交流些信息,这个办法被广泛采纳,一众军阀请客都成为诸臭之夫。 陶举锦仁曾评价,大军阀动这个方法来欺骗小兵,事实可以说真是如儿戏一般。 士族也很机灵,但凡有人小便,都跟在屁股后面实地监测,于是乎,一度人满为患的小便池,门前冷落车马息。 陈调元这种见人下菜,见凤插针的手段,自然也为其抓的所谓的一时风生水起,不过天地之间有感秤,江湖不变的,还有世道人心。 参考资料,菜根坛,人物春秋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